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耳机已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必需品 但有没有想过长期戴耳机都会影响听觉? 有本地的创业家以专业的经验和设计 创造出能够保护听觉的耳机 大受海外的市场欢迎 我小时候去听耳机的确是一件挺神奇的事情 因为将一些我平时可以听到的音乐 放在耳朵里小声地播出来 但时至今天的科技 耳机已经可以听到一些很细节的声音 甚至可以作为一种助听器的功能 究竟这种是什么新技术呢?一起来看看 William和Sandy两夫妇本来从事不同行业 后来两人合作成立公司 研发以健康时尚为主的耳机 十年间已经生产多达八款的耳机产品 业务分布美国、香港和东南亚等地区 然后在英国留学的文明 在某一间部网上做一个编辑 为什么突然有一个想法 跟先生一起做耳机的研发技术和生意 我原本在报章的国际版里面 做记者和编辑的 做了五年 当时都觉得需要做一个转变 考了一个奖学金 然后去了英国留学 读古典文明 然后去了德国进修德文 留学了一年 当时我先生是做训练的 我家就有做电线 那不就天生一堆 耳机一头就是训练 一尾就是电线 我们一头一尾 天生一堆 于是我们就合作去做现在这个生意 也算是我们的情况 2007年 我和我先生当时也是因为我们的合作 令到我们由电线生意 就转型为做耳机 今天大家赚不绝口的A8技术 就是我和我们的师傅George Cardis 合作研发而成的 我们在当中用了五六年的 试过五六年的研发时间 用了超过三十种的特殊物料 做过接近无数次的测试 我想都接近过万次了 才有今天的A8的技术 简单来说A8就有四大功能 成员来说的四个英文字幕 H E A F H是什么呢? 就是Hearing Health 就是说我们要听得健康 我们现在做的讲者 是用一个很低的音量 已经是足够我们的享受 所以就不会损行我们的听力 就是不用大声的 不需要 不需要 E呢? E就是娱乐 即是娱乐 要听得精彩 也不可以损失我们Hifi的 Hifi有最追求的音乐的质素 至于A就是坐停 避免我们耳朵受损的时候 对我们的健康有影响 因为我们本身的讲者 他出的原音是非常纯 很纯的原音的时候 变成雜音小了 小了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 即是有杂音的时候 我们叫Masking effect 就会影响我们的 我们不需要推到很大 才能听到原音 变成了我们 因为音很纯 所以我们是更加需要 更小的声音 就已经听得到 我们不免足的程度 那还有F呢? F当然在Fashion时尚 今天我们都会对 我们的打扮 各样东西都有一定的要求 如果我们还拿着一些 塑膠的耳机 我们会觉得 出街不好看 对 William,我了解了你这种技术 的确对助听上 是有一个大的帮助 而且我知道 你也有弱听的事情 是,没错 那你如何处理这件事 又如何帮助自己 又帮助人 最主要是 我有五成的听力是失去了 那医生叫我有两个初时 一就是做手术 一就是做坐听器 那我初期我先试坐听器 那就用一个很贵的坐听器 那但是发觉的效果 和令到我觉得很烦躁 和声音令到我很不舒服 那后来就冒了一个风险 那就是去接受做了手术 那有没有做到啊 哈美 有,我两只耳朵都做了手术 那是换了那个钉骨 耳朵是后面的骨头 那就恢复了八成听力 那但是呢,事隔都十年了 那到现在的时候呢 就开始也都发觉 那些听力就开始有衰退了 那我相信这个都是一个职业病 那你放了些什么心机下去 令到在你所发展的技术里面 可以做了这个坐听的功能呢 其实,事隔是在六年前 那我们在美国那边 遇到一个师傅级的人物 那他就给我们很多的指导 那就用了很多不同的物料 还有做了过千次的一些实验 那达成了一个A8的一个驾驶 那这个A8驾驶 他做出来的那个耳机 我试下去的时候呢 我是用五成的那个音量 那就已经得到一个 很足够的那个声量了 那以前我们做的耳机 或者以前我听的耳机 那我要tune到八成 甚至乎那些要去到最大 很吵的 那变成了实际是会很伤害耳朵 那有很多东西 那我刚刚刚是听完这一个测试 那我发觉真的很舒服 还有很多很细致的声音 也听得到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出现 那对一些音响发烧油 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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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 很轟嘣嘣嘣 那会不会因为你为了保护了耳朵 去平衡聲音 而音樂的發燒油反而不吸引呢 其實這個 我們看看這個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我們在2013年的時候 用這個A8的技術 已經在當時的音響界 拿了一個獎 就是一個最佳的 原音耳機王的獎 所以在這個部分 聲音上是完全可以的 在Hi-Fi業界裡面 亦都是接受的 那你和太太一樣 初初走出來的時候 創業其實都戰戰兢兢 你又遇過什麼困難和障礙 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只懂得 埋頭去做事 死做死做 很多想法 在科研上 或者在技術上 有很多夢想 但實際上做出來之後 是好東西 不過 沒有人懂 不知怎樣去 對啦 沒有人懂 推廣 銷售 對 變了很多時候 都只是 就是做完之後 沒有錢回來 因為錢就在小 這個是我們最頭痛的一個問題 那之後怎樣去處理了 這一種的財困的頭痛問題 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都會放下自己的薪量 要去請教一些業界的前輩 當時得到有不同地方的前輩 去那個指導 有一些相關的朋友 他認識人物 他也看到這個產品 真的好 我就去引戰了那邊的代理商 在這個情況下開始 慢慢發展到今天了 是 創新是公司不可滑缺的素材 創業者想提升公司的業務 就需要為自己的產品創新 Sandy 我知道你是一個翻譯學的碩士 但可能你未必會對做生意 有很濃厚的興趣 或者可能未懂得怎樣營運 在十多年前初創業 你遇到有甚麼困難 或者有甚麼不如意的事情 當時也十年前 我跟先生一起做現在的生意 當時我連Invoice發票是甚麼 我都不懂 都憑自己的創意 和我先生一起去拼搏 後來去到最大的難關 應該是2009年 2009年的時候 那時候很安靜 我當然要找客人 我一個月裡去了13個城市 從歐洲經過紐約、美國 最後一站就去到歐洲 那邊 認識到我師父 他叫George Cardus 他在我們開發上幫了我們很多 帶了很多新的物料 新的思維方式 我們跟他做了五六年的開發 在很多的瓶頸上 都因為他的緣故 加上自己的努力 就可以去突破自己的限制 對 他們不斷地引戰各樣 到今天 仍然在技術上 可以不斷地突破 可以支持到今天 對, 沒錯 創業者要在海外市場拼搏 除了要負起不可預料的意外 還要考慮各國不同文化的需求 Sandy, 我知道你現在的產品 已經推出到國內和國外 我想你跟觀眾說一下 其實國內和國外對技術 或者包裝的要求有甚麼不同 可否翻兩下 國內的客戶和海外的客戶 對創新和技術要求都很高 不過有時 國內的客戶比海外的客戶 對包裝和外觀設計上 更要求要高一點 更高一點 沒錯 所以我們設計時 一點都不可以馬虎 好像我們做Earphone的產品 耳機的產品 我們必須要好聲 亦都要夠潮、夠型 另一方面 就是我們為了鼓勵自己團隊 繼續創新 我們亦都會參加設計獎項 在2014年、2015年 我們分別都獲得設計獎項 有植谷創業支付之稱的 Programman曾經說過 他說一個好的創意 是令人很恐懼的 如果你有一個令人恐懼 而有特色的產品 其實不妨這樣讓自己去創造出來 因為你會在路上碰上不同的貴人 而這班貴人 就會令你不斷地走上一條成功的路 究竟下一個會不會是你呢 今集的資本遊戲正式在結束 多謝大家 在我們創業和經營生意的時候 都遇到很多困難 但我經常記住一句說話 就是年年都有春天 日日都有早晨 這個成為我繼續向前的一個動力 才會讓你令人更加熱